来不想讲我的故事 那个大概十几年前 我那时候孩子 老婆都还在加拿大 我送我妈妈到大陆的东莞 旁边的一个石楼 我妹妹在那边开成衣厂 我带我妈妈去那边住一段时间 我就送她去 那时候还要回来露营 那隔天早上 我大概六点就起床了 九点钟是香港机场的飞机 回台北 所以那时候我就订了一个 七人坐的车子 那就只在我一个人 就包车 包到那边 那我这一辈子 我没办法坐人家的车 然后我坐人家的车 我一定没办法睡觉 我那么早起来 照理讲很多人就 对 我就 我跟你讲 我是沿路看着他开车 压力好大 我很辛苦 你是师父的师父 我不相信别人 我开车我不相信别人 我以前请司机 也是他坐副驾坐 我看 他就要接小孩了 乃哥还有缺司机 有 好 我跟你讲 我又沿路开 我跟你讲 那个十几年 大陆高速公路 车子还不是很多 大概很空旷 然后那个 当然司机也很认真 也没有超速 大概就是九十这样子 然后我开 开到一个三叉路 就是有要下街道 有要直走 对 那我们是要直走 一个小面包车 四人坐那种小面包车 那种很小的小面包车 那这个车它也是直走 它不要转下去 快到那个插路的时候 对 这个面包车可能想说 我要下交路道 大陆人开车很恐怖的 对 我真的不骗你 他突然那种 他突然是九十度转弯 我跟你讲 我们是在九十公里的那种速度 平均八九十这样 会翻 我跟你讲 我坐在副驾驶座的后面这边 那我没有齐安全带 那因为我都这样 我跟妳讲 好辛苦 我真的不骗你 我跟你讲 我看到他这样一个旗右转 我说 我就抱着那个 前面那个副驾座的那个椅背 椅背 抱着你知道吗 然后就 就上去了 你知道吗 他那一部车子 对 那我这部已经 他那部车已经在转了 对 我这部车那个司机 一撞了以后就会偏 那司机就这样 我就这样抱着他 好像拍电影 对啊 我真的不骗你 我大概突然还撞了一点点 没有 我知道那个心情 没有 放下去真的会害怕 我一抱着他 大概甩了一二十公尺 车好不容易停下来了 我一下来 那边排车 没事 这没事 还能骂人啊 我跟你讲 真的要四个人 我跟你讲四个人 好妙了吧 车子翻了 四个人鱼罐的爬出来 都没事 都没事 大陆人 你知道吗 都没事 都毫发无伤 太扯了 太扯了 那车是什么牌子的 我那个车门还打不开你知道吗 因为撞到了 那个变形 有点变形了 车都卡住了 我跟你讲我也怕爆炸 我就跨到前面副驾座 从副驾下去 我就拉了车门还打开 我就下来了 那司机也下来了 我说他 他还是太危险 我骂了一段人 那没办法 我就 就两个 那司机就跟他们处理 他就说 因为他们那个车子 随时大概 半个小翼盘 就他们公司的车位了 所以 还好 联络了 下一班车来 我又坐南部车到香港机场 到了机场 我原本的班机我不敢坐 因为我怕人衰 会一言衰 绝命中结散 对 我真的不便宜 绝命中结散 我马上就换 大概晚半个小时的班机 也是回台北的 我就坐另外一班机回去 回来台北 我就讲 我跟你讲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躺在那边 我一回家就赶快到佛堂了 拜 过去 过过运 我也是赶快去关都工 你知道吗 过过运 然后晚上睡觉 躺在那边 我想 我还是不是活着 太不真实了 就太不真实了 对 我跟你讲 我这一辈子 碰到这一次 真的太精彩 太精彩 我想我什么反应 要撞车了 他乃哥还可以想到 这班飞机不坐 这太厉害 所以我跟你讲 当然我讲这个 不是代表我个人的 我有时候觉得 安全还不见得安全 真的 我有时候想 我在想 当下我会想说 万一我现在安全带 拔不下来 对 你知道撞击以后 安全带打不开 我又挣脱不了 然后呢 那个车子万一起火 所以有时候很难讲 我觉得人有时候 真的也是命 还好你一直看着 所以我还好 我要真的不要睡觉 坐车不要睡觉 真的 就像我一样 我从来不坐游览车 我就很怕 其实我就是很怕 OK 太精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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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录到这边就好了吗 来 不过了 我就这么长了 差不多 来 我们现在看什么状况 接下来状况就是 玩水时溺水了 要如何自救呢 1 水母飘 2 仰飘 来喔 1或2 水母飘 仰飘 这个 水母飘 仰飘 1 1 1 3 1 2 2 1 1 因为我自己碰到的 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是用水母飘 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候录的是一个外景节目 它是那个美少女比赛 还是乃哥主持的 对 然后那一次每次都要淘汰一些美少女这样子 然后那一关就是要横渡那个花莲的鲤鱼潭 在花莲拍嘛 对不对 对 因为那一关它就是要 你等于是两人一组要协力去 那个通过那个鲤鱼潭就对了 所以不管你会不会游泳 然后那时候是没有救生衣的 对 因为它会两两一组 它会给你一个浮板 所以就代表说就是 如果你两个人都是会游泳的话 那很OK 但是如果一个其中是不会游泳的 就是会游泳的人要拖着那个浮板 那不会游泳的人 就是要抓着那个浮板 然后在后面就是尽量的 踢水 然后你不要落后这样子 可是因为那个鲤鱼潭 比我想象中的大好多好多 然后就这样一直踢 下去一直踢的时候 我就踢到没力 我就一个超没力 然后我就松手了 我就发现 我的浮板出现了 松手 对 然后我那时候脑袋就低一个念头 就想说天哪 那我现在要做什么 然后以前看电影 或者是老师讲的都是说 反正你们在海上在哪里 哄到什么任何意外的时候 你要记得水母飘 然后就看了水母飘 反正那时候水母飘 我就觉得怎么跟我想象的 水母飘也不太一样 因为我就是卷曲的那个抱腿这样子 它是很垂直的 然后我就带着挖镜 我看到那个水里面 就太脏了 什么也看不到 这样很温浊的水 我想说天哪 那我现在怎么办 然后 后来我就想说 有点憋不住了 我就手一点乱飘 然后起来再欢庆 然后再赶快继续水母飘 我那时候人生跑马灯 就一直在想说天哪 我要这样子到什么时候 就还好是跟我同一组那个女生 她发现 奇怪怎么后面好像变轻松了 没有人再拖了 然后她赶快去跟工作人员讲 然后工作人员才赶快去讲说 是不是有人就是在那个 谈中间还是怎么样 然后就赶快来救我 那因为那个专业的工作人员 就是是比较像那个救生员的 我就轻松好多 就等于是我就是真的 用在那个浮板上面 然后我什么都不用做 完全都不用做 我就被她就拉到岸边去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那次 还是有水母飘救过 答案是二亚飘 其实因为我们小时候学用 那个学校都是教我们要做那个水母飘 但是其实水母飘在食物上 不算是那个自就禁的 像刚刚那个陈晟讲 其实我们在做水母飘的时候 你的脸是朝下的 所以其实是很难 很难换气的 对 所以我们其实做养飘的话 你其实就是你的口鼻就在上面 把你放松 身体的浮力自己就会浮起来了 对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需要别人帮忙的话 就是请那个大声呼救 或是手稍微做挣扎动作 就是我们旁边才会知道 你是需要帮帮忙 因为其实我们在我们食物上 就是很多其实溺水人 他其实都不太会呼救 他其实会突然就是整个僵僵住 然后就默默地沉到下面 对 因为我是在开放水域 有做救生员经验 其实蛮多有海上救援的经验 你长那么帅 因为很多人故意让你救 他肯定要进水吗 是还好 还是你要现场示范一下 我们都可以当模特 给你示范什么就 他已经很久没被人家救了 突然被人家溺水 对 你这样示范吗 欢迎来找我来玩 然后其中比较那个 我们就是我其中一个救援 比较印象深刻 可是那天就是蛮硬 就是整个场都没有什么 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站介护 对 然后就是有两个刺青的大哥 体重就是应该有破百吧 就大概是我的两倍 然后他们就是突然就说 我们来比游泳 我听到有人在比游泳的时候 我今天就跟我讲说 要出事了 对 因为像乃哥之前是泳队 应该知道 其实对 游泳其实是非常耗体力 对 非常耗体力 然后他其实看起来距离非常短 所以大家其实会 就是会错过自己的体力 然后他游过去回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开始在挣扎 那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 我已经准备好 我就救生圈拿着 我就跳下去 然后我就去拉那个大哥回来 然后我拉到一半的时候 另外一个前面 就是应游到前面的大哥 他也开始没有力 也来拉你了 对 我就想说完蛋了 两个双腻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先靠近他 我就跟他说你先放松 往后躺 我可以帮你撑 我可以帮你撑起来 那还有那个大哥 就是也比较冷静一点 所以我就是刚好一个拖 就要撑起来 一只手是撑着他的背 然后两个一起拖回来 真的 那还好 所以其实 其实我们救生圈 其实是常常都要做 那个就是 我们休息的时间 其实都会做自己的那个 就是自主训练这样子 对 那等一下 有影片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是平常做 救生训练 对 是要救这一个吗 对 那个是 前面一个 先丢 先丢救生圈 因为刚刚那个故事 是我一个人是战 那如果是团队救生的话 就是由岸上人丢救生圈 对 救生圈也丢得好准 没有 我跟你讲 其实 就是我们平常休息的时候 都要一直练 一直丢这样 你没有受过专业性 千万不要随便救人 对 因为他会抓你 我又要讲我的故事 又有 我这不是编的 我不是来骗通告的 我这个大概 乃哥 你不是通告 你是主持 好 我来讲 我这个 这个可能有将近四十年 这么久 我那时候还在歌龄唱片 只是还训练班 大概民国七十四年吧 乃哥那时候真的 我那时候拍一个 苹果西达的广告 跟一个叫夜兰香的 到墾丁的海边拍 那个有一个 就是他们那个 道具班的一个师傅的 那个带着他儿子 儿子去 一起来 去帮忙 去帮忙 那儿子天气很好 游泳啊 下午叫他拍那个日落 小孩子去玩水 就是在 很近 很近玩嘛 那时候已经很退潮 慢慢那个水 就往那边退 然后他就 没有力气了 在本来玩 回不来了 一直游到原地不动 就动不了了 然后就 啊 就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 你怕那儿 挖头 再收回回来 我一看 我想 我高中拿过全台湾第二名 对 好可爱 而且又撞年轻 过去你知道吗 熟不熟 我告诉你 那人要快被淹死的时候 对 力量很大 我跟你讲 他拼了老命 真的 抱着你 我告诉你 你猜都猜不掉 我把他弄得 好危险 然后那个浪 再一来 浪你知道吗 他是这样子 是卷的 带到沙 那个沙这样卷下去 对 所以你很清楚 被打到那个沙 然后又被拖来后面 我跟你讲 我那时候 啪 就 就 把他推开 你知道吗 你不理他 我啊 他先求生 求生 没有 那时候自己保命 救人要先求生 你知道吗 就往这儿睁开 我就拼命地往岸上游 跑 对 那还好 那个让又打来 又把那个小孩子又往前推 一堆人过来帮忙 把他来 我跟你讲 好恐怖 真的好恐怖 很恐怖 很恐怖